大家好 我是金阳 今天上午我们妞妞已经把这个 特制的营养菜吃了 这蔬菜多啊 说让我们艾拉吃呢 因为她上午已经吃肉了 所以说没让她吃 赶到晚上嘛 再把这一顿还裹上 必须得让 毕竟我们艾拉也四十多千了 四十多千了 不用你给我答话啊 你给我闭嘴 不用你答话 艾拉 来来 这儿拿着来 船都给我弄掉了啊 你干嘛呢 你撒露凉了在这儿 直接抢了 这不是吃 这是抢 那西红柿都根本就没嚼 直接就吞了 你这蔬菜也是一样 到她嘴里边不用嚼 直接就下去了 回头到肚里边 你吃 你消化一点 小狗也是大块的吃 是不是 往后点 你清干净 压上了 这样呢你看掉底下了 可以 这钓底下 其实这狗粘条土 还是挺好的 没事吃东西的时候 小狗这盆刷的够干净了 赶紧赶紧 把底下那个都清干净 对 他比牛牛吃的速度要快一半 那底下狗粮全钓了 我们牛牛四十多天的时候 怀孕四十多天的时候 也是这样 也是狼吞虎 直接嚼到嘴里边 直接咽下去了 直肠子 擦这道 这家猛不猛 我们挨了 等到五十多天的时候 他吃饭依然这么香 人家就是啥 人家就是吃饭的时候 吃饭就是吃饭 不吃饭就是不吃饭 吃饭的时候要有一个吃饭的样子 吃的要快 时间必须要把握好 他吃饭根本就是吞 吃的太快了 你 行了 这你也甜头了 是不是 以后这个蔬菜大餐 偶尔的就给他弄一次就行了 你要是让他们全 天天吃的话 吃腻了就 他们都是这样 天天蔬菜 吃的吃的就腻了 咱们就得 蔬菜配肉才行 别动啊 别动啊 闭嘴巴你 咋回事啊 我老搭话呢你 有点动静 有点动静 四十多天有轻微的动静 行了咱也四十多天了 四十六天了啊 来回走走看看肚子怎么样 大小 反正也开始陆续的明显了 没有上一窝那肚子大啊 上一窝那是九只 这一次肚子比 明显的比那个小 也不知道里边能藏多少 在那边 来摸一下摸一下 摸面这个啊 刚才摸在那一面 这回真摸这一面 两边都有小狗 好 站起来 坏了 咬他脚了 咬他脚了 咬他脚指头了 拉开咬他脚指头了 不知道咬错没 咬着 前面前面脚指头 不知道是哪个啊 他俩是世仇 那时候 拉开的奶瓶就是被他咬的 反正就是 差点尿出血案 差点咬上 就是大家应该能看到那个镜头 这个脚掌啊是没问题 我估计就是咬着指甲盖了 咬下 瞪了一下 叫我来一声 啊 是不是 这家伙 你还挺美的在这儿 回锅里吧 别出来了 不能四目相对 四目相对 立马就干你了 走吧走吧走吧 吃也吃吧 下次看你 看他的事 赶紧回锅 不能让你帮你回锅 不能让你帮你回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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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